Google地圖 那第二個的話我們繼續再來看 在那個除了這些功能之外 Google裡面有 我建議以後你用瀏覽器的話 蠻推薦的 你不要內建的 用那個Google瀏覽器 然後Google相簿 Google日曆 這個日曆的話就行事曆 那我的習慣是 會先在電腦上做好行事曆 然後手機上可以看到全部的行事曆 大概這樣的 我覺得用的蠻習慣的 那他也會提醒你 比如說什麼時間之前多久 他會提醒你 有點像一個鬧鐘提醒一下 還有像雲端硬碟 這個等一下再看 然後還有像YouTube 像Google地圖等等有這些東西 然後 裡面的話還有另外一個Google翻譯 翻譯部分 那翻譯這個部分剛剛有講過 你除了可以直接用講的 講這邊有個麥克風有沒有 就是你可以講中文 他可以幫你翻譯成什麼樣的語言 比如說韓文 日文其他語言 或甚至這邊有一個什麼 照相機 你想說照相機幹嘛呢 我試過 比如說有些牆壁上的海報 寫很多日文字 但是你是看不懂的 怎麼辦呢 這個功能 很棒 你把它照相 然後呢 他會幫你翻譯 你把它刷一下 發現奇怪 怎麼他自動幫你翻譯出來了 這應該是不錯的功能吧 很多人應該都不知道這個功能 我剛好看到 就有這個功能 另外這個我有點不太記得 或者你可以直接輸入一些文字 他也可以幫你翻譯 那翻譯的方式呢 除了說會翻譯成他的語言之外 也可以發音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翻譯功能還做得還蠻棒的 所以你像去日本也是一樣 中文先講中文 講的時候按這個 講中文 他會馬上翻譯 請問京都車站怎麼走 然後你再切到日文 他會自動幫你翻譯 我是不知道他這個什麼意思 反正他會講一段日文 把你剛剛講的翻譯出來 OK 所以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那這個是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部分 不過講雲端硬碟之前 我先講那個相簿好了 相簿部分會比較簡單 我先來demo一下有關相簿 那剛剛有同學會想說 相簿怎麼使用呢 其實第一個 如果你要用相簿之前 你可以先這樣子 比如說我今天 像我習慣這樣 我會先照一張相片 比如說我今天把我的畫面 我照 我照外面好了 不要怕這個畫面到YouTube 我假設照一張外面 現在101 假設我今天照一張外面的相片好了 OK 那這張相片 你會希望怎麼樣 你會希望呢 如果可以的話 它最好是 直接就幫我傳到雲端去 那比如說我今天回到家 我電腦打開 我希望看到那張相片 有沒有可能呢 當然有可能 因為Google相簿 它就是提供這樣的功能 第一個你先照相 第二個呢 那你就怎麼樣呢 把Google的那個 Google的相簿打開來 等一下我把那個 因為它剛剛有 那它會自動幫我怎麼樣 把我的那個 剛剛拍的相片 直接幫我怎麼樣 你看到同步到我的相簿裡面 所以我就直接打開這邊 按下相簿 不過前提也是 兩邊的帳號 是要同一個 如果不同一個 那一定看不到 所以我就點擊這個 Google的相簿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剛剛拍的這張照片 現在就在我雲端上面 因為Google相簿 預設的功能 是會自己傳到雲端上面 但是裡面有那個 Google相簿有兩個選 就是你那個品質的部分有兩個 一個是完整的 一個是高品質的 那不過完整那個 會佔用你的那個硬碟空間 雲端硬碟空間 所以我通常會選擇那個高品質的 傳上去至少都會有300萬像素 也夠了 那如果將來呢 你要把這個 所以你這個相片下載下來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打勾 上面是不是有看到一個下載 就早上同學問的問題 有沒有你要下載 其實我覺得這功能還蠻棒的 因為我一照 那我就把它回到家 就可以看到Google相簿 我就把它下載下來就好了 下載 那下載的話呢 各位你當然一張的話可以一個 如果兩張的話呢 可以打勾兩個 直接全部一下 或者是 甚至你按SHIFT鍵 多個也可以 按SHIFT鍵就多個 那你可以全部下載 下載之後下方會有一個什麼 開啟 或者在資料夾中顯示 其實有同學找不到 在這裡 反正 第一個打勾 第二個下載 第三個怎麼樣 下方這個 不過我是用Google瀏覽器 在資料夾中顯示 打開之後的話 剛剛這一張畫面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地方打開 圖就在這邊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看看 你要怎麼去運用這張圖 這張圖其實也不算太小 這張大概有1.5Mbps 大概這張圖 打開來 畫素基本上好像也不會差太多了 我是大概照一下 因為這個怕如果照忍到放Youtube上面 OK 其他的話底下這個其實不是什麼 因為我的車上是這樣 我剛剛有講就是 我的那個車上面 因為我喜歡自己稍微動手做一點事 所以我的車就會 所以我老婆說 好像快要變霹靂車一樣了 為什麼 像本來這個是一個CD音響 那我本來想要把它換成有螢幕的 可是後來發現那個螢幕的 好像都沒有我想要的那個樣 就是最好這個平板 怎麼辦呢 乾脆自己去買一個平板 可是問題要怎麼把它放上去 就頭大了 不過還好啦 因為車子我都會拆 所以我就找一個地方把它 塞上去 但是在不影響行車安全的前提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個什麼 這個是Android的小綠人 這個不是裝飾的 它其實是有作用的 它是一個藍牙喇叭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平板在車上太小聲了吧 然後如果你用音響就太大聲了吧 那怎麼辦 乾脆用一個藍牙喇叭好了 那我就買一個裝飾 這個藍牙喇叭很便宜 不到500塊 而且方便 平板一打開 藍牙喇叭就會有聲音了 不過後面是我自己在 拉一個那個USB線 就是那個充電線 所以它永遠都有電 一打開就有電就對了 然後這個也是我自己拉的 拉一個USB的線 讓它只要一上車 就可以有電源了 OK 然後 不過它這個背後怎麼做的 其實就是其實也沒什麼機關 這個是 那另外 剛剛給各位看那一 早上這一次的 其實這一次 其實是我從我車上拿下來的 它平常是做這個東西 因為它是華碩的 那華碩那時候又跟GAMI合作 有沒有 GAMI應該 GAMI導航 或者是說我那時候想說 如果它到時候 退役下來的話 還可以拿來當導航 因為像這樣的導航 蠻貴的 那所以它有那個 算是剩餘價值 可以拿來當導航用 或者是說你們不用的手機呢 也可以拿來當導航 裡面裝個導航網也可以拿來導航 還要流暢 而且觸控 我發現比導航機還要流暢 OK 所以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 而且它好處就是 我更新也非常方便 用手機的話 所以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我 我那個後面 就加了一個 這是有點像矽膠嗎 黏黏的嗎 貼上去 剛好 然後呢 我就想說 要怎麼把它黏住 要稍微黏住 然後上面又要固定住 所以後面我又從那個 露天拍賣去找磁鐵 有那種網路上那種磁鐵有沒有 然後在那個 平板後面呢 貼一個 貼一個薄薄的鐵片 放上去 哇 完全match 感覺很有成就感 所以這個也是 我想了很久 這個怎麼去做 背後其實 就是這樣一片 就貼一個什麼 這個東西 其實 牢不牢靠 目前來說 非常牢靠 提供給各位參考 因為 後面就拉一條 USB線 那 後面這個面板 我其實都會自己拆 其實我本來不會拆的 怎麼會的 因為就在YouTube上面 打上那個 車子的型號 然後就 國外外國人很喜歡 自己動手DIY 所以我就看 他都會教我 然後我就照著做 果不其然 還好都沒拆壞 現在已經很流暢 可以把這些東西 動手跌 OK 這是這個東西 所以 這個也是自己加裝的 這個沒什麼 這個也是自己加裝的 這是一個電風扇 因為我不太喜歡吹冷氣 我要吹個電風扇 OK好 大概是這樣 Google相簿 那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將來呢 希望 你拍的照片 可以直接上雲端的話 那 可以利用什麼 Google的這個 雲端的 在這邊 記得就是說 你打開的時候 可以直接開啟那個 開啟那個 一樣就是從那個 手機裡面這邊 我是放在這邊 一個群組 這個Google的相簿 就這個東西 打開之後 那 第一個動作這樣 一 拍照 二 開啟Google相簿 這個時候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 那個相片傳上去了 但是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呢 我是有做一些設定 什麼樣的設定 在這個三條線這邊 點下去 這邊有個設定 在設定裡面的話 因為我擔心就是說呢 他會把我的頻寬用完 因為照相一張 就是一 一Mai兩Mai 大概兩Mai好了 那如果拍二十張 就二十 就二十Mai 一百張 兩百Mai 一下子我流量就用完 所以我這邊的備份 好像有設定就是說 好像是當那個是 有Wi-Fi的時候才會傳 所以同步備份處理吧 這樣 記得在這個裡面 可以用 這邊有幾個選項 第一個 上傳的尺寸 剛剛講的 我是用高品質 我不要用那個原始的 因為用原始的話 它會佔掉我雲端硬碟的空間 不過現在好像也沒 好像應該也沒關係了 所以我可以大膽的用好了 OK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備份相片的這個選項 有沒有 如果說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的手機 不是吃到飽的話 請記住 一定要改成Wi-Fi的 不然的話 你出去拍很多照片 它一打開 全部傳 那如果你可能只有一G 大概很快就用光光了 OK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我之前好像忘記設定了 就傳一下 我一個月的頻寬幾乎被用 用掉大部分了 OK大概會有這些設定 那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呢 比如說你擔心煤電 你也可以緊充電的時候 OK 然後慢油 可以大概 還有呢 選擇要備份的資料夾 這個也可以選 比如說你可以選 不見得一定是其中的 還有別的 你也可以備份 反正你可以 它預設好像就是 你那個照相的那個資料夾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這個 有關Google相簿的部分 那其實Google相簿 特別注意 其實這個APP 最好還是跟你的電腦 電腦本身也有一個 兩邊是可以連動的 那也就是說你將來 如果你要備份 我覺得用這個方法 好像最直接 而且非常方便 所以我很喜歡照個相 然後回家就馬上看到 都出來了 感覺很好 OK 所以這個部分 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一招其實 應該比起其他的方法 來的簡單很多 不然以前還要怎麼辦 以前還要再回家 然後再把USB插上去 然後有時候USB 它又不太靈光 有時候找到的時候 找不到又覺得很麻煩 那這個方法就沒有問題了 直接只要 不過我是設定Wi-Fi的時候 他就把到家有Wi-Fi了 然後他就幫我傳上去了 所以照相 打開手機的Google相簿 傳上去之後 再打開你的電腦 你的電腦裡面呢 就會有這些相片了 那你要怎麼使用 你可以再下載下來再使用 或者你可以直接就在相簿 分享給別人 你就寄個網址給他 他也可以收到那個相片 分享的方法很多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再練習一下 試試看這個部分 對嗎 對